原来肖战也有发福的时候,看到肉嘟嘟的脸,比现在可爱多了,每一位明星,他们都特别注重身材的保养,尤其是现在处在顶流时期的肖战,之前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时候,还有一点婴儿肥,但是现在,他瘦得却让人心疼,尤其是前段时间出席颁奖晚会的时候,刚刚出场,很多人就被他的身材给吸引住了。 看来私底下没少练习举铁呀,我们看到的,永远都是肖战减肥之后的样子,却不知道,他刚刚进入娱乐圈,也有一段时间处在发福的状态,快让小编带领大家一起去看看过去可爱的模样吧。 这是他刚刚进入娱乐圈,没有多长时间时候的画面,当时没有现实的知名度,但是,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,田建自己帅气的外表,再加上甜蜜的声音,有多少女孩子不喜欢呢? 不仅如此,当时他还比较喜欢粉色的上衣,穿了一件粉红色的T恤搭配着短裤,一身休闲的造型,却难以遮挡自己帅气的容颜哦。 私底下,他也特别喜欢听歌,无时无刻都把自己的耳机放在耳朵上,但是,旁边很多粉丝都送给他礼物。 当时的他没有现在被围堵的困扰,有时候和粉丝说说笑笑,有时候和他们交流一会儿,不过,大家的关注点,始终都在他的身材上,尤其是肉嘟嘟的脸比现在要可爱多了。 现在的他是帅气,而过去的他是可爱,各有各的特色,各有各的优点哦。 不过看到发福之后的肖战也是非常帅气的,很多人都说,男明星发福之后,形象和气质都一落千丈,但是,在肖战的身上,我们丝毫看不到任何扣分的地方。 而且他说,肉嘟嘟的脸,为自己也增分不少,可爱和天真的写在脸上,并且那个时候,但肖战反而更加接地气一些,只是现在太多的外在因素,让自己无法和过去一样,自由自在。 不过全新的一年,也希望肖战快快乐乐,平平安安,当然也希望他不要再减肥了,健康才是第一位的,看到发福之后的模样也完全不会影响他的颜值哦。